我們最有信心 最有保障的就是F16 而且F16現在已經提升了 不但是把AB提升上去 也我們還進了最完整的F16V 進了F16V以後 剛剛講的 我們的頭盔也改變了 我們的掛蛋也改變了 而沒有想到這個頭盔掛蛋的改變 還有上面接的這個Link 16 竟然 我現在看的資料 跟烏克蘭是非常類似的 對 沒錯 事實上保健 現在烏克蘭也不演 前後兩任的印太司令都講 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就要讓中國洩入所謂的地域警官 大家以為你在吹牛 沒有想到這個景象 現在在俄羅斯真的已經上演 我們知道當F16進到烏克蘭戰場之後 這個戰場出現一個非常微妙 而且巨大的變化 什麼樣的巨大的變化 有發現現在感覺這個班人 已經讓烏克蘭降到了上風 現在剛剛講的 你現在看到俄羅斯有很多的油彈庫 甚至俄羅斯的潛艇 居然一個一個被轟炸 一個一個轟炸了以後 更可怕的是 它的地面部隊竟然也到了 俄羅斯的一個境內 過去你看到的是無人機 你過去看到的是飛彈 你去攻擊俄羅斯境內的設備 但現在傳出來說 在俄羅斯境內一個軍事基地 竟然被烏克蘭的軍事部隊 也就是地面部隊攻進去 攻進去以後還俘虜了很多人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 台灣要高度關注 是特別強調 因為你現在用的無人機 你現在用的F16 甚至你用的標槍飛彈 刺針飛彈 那都是台灣現在用的 而且F16B剛剛講的 我不但是F16B現在是升級版的F16B 而且它用的頭盔 它用的AIM 120 那跟台灣都一模一樣 如果在烏克蘭的戰場上面 這個F16B真的可以操控 整個戰場真的可以把 二次武器壓在地上打 那對台灣來講 那是一個很大的信心保證 沒錯接下來的俄物戰場發生了一舉一動 保證我們全台灣人都要非常關心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的很多武器 或是裡面很多場景 未來可能都會在台海發生 第一個就是目前為止 F16已經進到烏克蘭了 烏克蘭的F16是F16V 類似我們那樣的功能 美國給它非常多的武器 它現在在俄物戰場上面 如果真的能夠把俄羅斯的空優 完全壓在地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某些程度來 從未來的兩岸之間來說話 F16V可以發揮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他這個F16B 就是F16A跟B的一個升級版 跟我們台灣是一樣的 他現在用的頭盔跟台灣是一樣的 甚至他掛的蛋 跟台灣也是一樣的 所以F16未來的表現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們知道之前美軍帕帕羅 曾經說過一句話 如果中國要攻的話 他會遇到一個HELLSKAP 地獄警察 就是會有非常多無人機過去嘛 保證現在俄物戰場 他明白說烏克蘭就用這一套 再對付俄羅斯 所以因為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烏克蘭的這個相關的工業部長說什麼 我們一年有300萬架吃的無人機生產 所以我們可以非常多無人機去攻擊你 所以烏克蘭 他現在一年生產無人機 已經到了300萬架了 他目前為止來說 類似那種攻擊無人機 它的產能是世界數一數二的 好 他就用這樣去對付俄羅斯 那你要怎麼對付俄羅斯呢 最近就有一件事情 這個有一個叫 莫羅佐夫的空軍基地 他距離烏克蘭邊境 大概130公里左右 然後他是俄羅斯非常重要的 前緣的空軍基地 就保證前幾天的時候 這個莫羅佐夫空軍基地 出現個大爆炸 就是這個畫面 所以大爆炸 那大家就說怎麼會炸掉 而且裡面保證你知道 他們發現到什麼 裡面有這個蘇34的殘骸 被炸掉了 那為什麼會被炸掉 因為很簡單 烏克蘭出動40架無人機 出去了 那出去了之後呢 40架 然後就出去了之後呢 結果俄羅斯也拼命想要攔截 他們就發了各式各樣的防空飛彈 結果有18架突破 突破之後呢 他就開始去攻擊 所以把這個莫羅佐夫的空軍基地 也炸了一塌糊塗啊 裡面很多單藥庫被摧毀 還有蘇34被摧毀 對 所以光是蘇34 我光是在地面上 我都還沒有起飛 我還搞不清楚賺貨 我就被炸掉了 對 光是蘇34的被炸掉的話 這一次就是非常智慧票價 所以跟你講 目前為止 無人機的地域景象 還有F-16V 光是這兩件事情來說 我們就要好好看看 接下來俄物戰場怎麼發展 好 我們剛剛講的 對於台灣來講 對我們的空房來講 我們最有信心 最有保障的就是F-16 而且F-16現在已經提升了 不但是把AB提升上去 我們還進了最完整的F-16V 進了F-16V以後 剛剛講的 我們的頭盔也改變了 我們的掛彈也改變了 而沒有想到 這個頭盔掛彈的改變 還有上面接的這個Link-16 竟然我現在看的資料 跟烏克蘭是非常類似的 對 沒錯 事實上 保證人知道 現在烏克蘭也不演了 那這幾天 他們不是接收到F-16嗎 他們就會開始你看 有兩架F-16雙機編隊 這沖場就跟你說 我們一定來 好 那他為什麼覺得 值得大家關注呢 第一個 他裡面用一個 這個聯合頭盔的顯示系統 這跟我們台灣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說 他可以增強 他可以感知到目前市場 這個所謂 所有的這個作戰的 相關的這個資訊 出資訊 而且他可以跟各國通用 包括可以跟美國各軍種 還有跟這個北約各通用 所以他等於是可以接收 來自北約任何的訊號 任何訊號之後 保證人知道 他也可以用頭盔 看到哪裡 打到哪裡 因為他跟AIM-9X的飛彈 相結合 所以他看到哪裡 就可以打到哪裡 這個都跟我們目前為止的 這個車 這個我們F-16V裡面的 這個設備 幾乎是差不多的一個設備 所以我只要把我的頭 移到我要設計的目標 他攻擊出去 對 就已經沒有鎖定了 對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他還配備什麼 AIM我們剛才 翔尾蛇的空對空飛彈 另外一個是AIM-120的 中程這個空對空的這個飛彈 那兩個呢 因為AIM這個先進的這個飛彈 先進的這個中程空對空飛彈 射程是160到180 而且是射後不離 瞄準之後射後不離的這個飛彈 這個目前為止都是我們台灣 這個F-16上面的配備 所以等於是他 那不就直接跨越台灣海峽了嗎 對 所以那你看這個攻擊目標更遠啊 他可以打到俄羅斯什麼地方去 你就不知道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烏克蘭這一次比較特別是 他們有配備一個升級版的 外掛綜合分配系統這個東西 這東西來說的話 外掛是在這個地方 那外掛要做什麼呢 他可以等於是 感知的這個能力越來越強 而且他可以這個知道更多的訊息 他等於是類似我們知道 F-35不是有那種感知能力 通知你這個目前有什麼目標 他就是類似這樣外掛的一個系統 所以這個東西呢 他也目前為止 這個東西是美國要適用在 這個烏克蘭戰場上面 看看這個東西怎麼樣 未來如果真的不錯 搞不好都會加掛到F-16上面 而且你剛剛講到 前後兩任的印太司令都講 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就要讓中國泄入所謂的地域警官 大家以為你在吹牛 沒有想到這個景象 現在在俄羅斯真的已經上演 剛剛講的俄羅斯現在已經有能力 就算他在戰爭狀態下面 他的軍工還是持續在進步 他現在一年可以生產300萬的無人機 而且他們的軍工單位怎麼講 他們的軍工單位講 我就算一個無人機 配你俄羅斯一個軍人 我都划算 對 沒錯 你看 他們目前為止 保健剛才講了嘛 他們這個工業部長說 我們年產300萬架 300萬架 保健 俄羅斯目前為止在烏克蘭戰場 有多少人 我一架配你一個人都OK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這個對俄羅斯形成多大壓力 他現在每一個單兵都很害怕 你知道嗎 我只要落單了 可能一個炸彈就把我炸 一個無人機就把我炸掉了 你現在看到的都是烏克蘭的無人機 針對俄羅斯進攻 你看吧 他根本是一個全面 甚至你只有一兩個人 對 他都不惜代價 用無人機把你給衝撞一下 對 看一個人我都撞你 沒錯 而且一台坦克車我也撞你 所以你知道 這個對俄羅斯來說地面部隊形成多大壓力 這等於是最近一段時間 他們就用這種無人機機海戰術 出去都沒關係 反正我找到多少人 能打一個就打一個 這就是地獄警官 所以他現在都是這樣 他們就打幾個 打一個坦克 兩個坦克 他全部都打 步兵我也打你 所以等於是我用一台無人機去配你一個步兵 我都用這樣做 所以他現在等於是說 為什麼現在俄羅斯戰場上面來說 我們前一次不是講到嗎 俄羅斯軍很怕聽到無人機的聲音 因為他知道他大概死定了 現在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烏克蘭現在PO很多照片 你看他們就說這樣 我們每一個烏克蘭軍人 都是類似是無人機的操控者這樣 我們就不斷的在這樣 所以他說目前為止 他們就說 烏克蘭的無人機飛行器 已經把這個占領者的噩夢變成事實 就是說你只要來這邊 你占領我們的人員來說 你現在可能隨時都在我 烏克蘭無人機的狙擊之下 而且剛剛講 現在已經F-16進到了戰場 現在不但是F-16進到戰場改變狀況 澤倫斯基講 從7月開始 從7月開始 烏克蘭的無人機數量 已經大幅的領先俄羅斯了 對沒錯 好這是烏克蘭的工業部長說 我們年產300萬架 但是這是澤倫斯基說的 澤倫斯基說 我們今年已經跟廠商訂了100萬架 所以等於是說 他今年就有100萬架準備要來了 這些未來都是可能會投入到 俄烏戰場上面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 而且大家說他們還有很多資金會進來 所以等於是未來用無人機站海 機海要對付俄羅斯的一個狀況 而且澤倫斯基講 烏克蘭現在是所有類型的無人機都有 我有偵察型的 我有自殺無人機 要掛這個東西 掛這個什麼 這是雷射導引飛彈 就是光學雷射導引飛彈 還可以雷射導引 對也就是說你看 你用飛機飛出去太慢 他可能要起降的時間很久 然後飛到這個定點 他用無人機去掛 掛之後他可以發射出去 發射出去之後 你就用這個雷射去導引 雷射去導引他這個飛彈 這樣一個狀況 你看用無人機去掛 另外還有什麼 他們還有無人機是什麼 無人機是無線電的中機站 什麼叫無線電的中機站呢 就是因為戰場上面來說 你可能要Starlink 那我如果真的Starlink的訊號 沒那麼強的時候 我可以用這個無人機 當成是這種臨時的中機站 我可以在這個地方架好之後 我的軍隊在這個附近來說 可以接收來自那個地方的訊號 那等於是說 他是資訊中機站 對 我的地面部隊來說 未來的這個能力就越來越強 所以他們有各式各樣的無人機 在那個地方運作 所以剛才保潔講 有偵察的啦 然後還有後援式的無人機 自殺無人機 攻擊無人機 各式各樣的無人機 都在烏克蘭戰場上面 使用的一個狀況 而且你現在看的畫面是 我們之前不是講嗎 他現在有很多的 所謂的機械狗 要派到戰場上面 可是以前都是實驗性質的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他是真正在烏克蘭戰場上面 已經派上用場的 對 沒錯 我們就講 這次美國等於是把 俄物戰場當成是一個戰爭實驗室 這是什麼呢 這是真的畫面 他們怎樣 他們把這個以前還在實驗室中 或者美軍研發中間的 這個機械狗 他用到戰場上面來說 你看就是機械狗在這邊 他真的出現在戰場上面 他可以做什麼 如果假設前方有不明人事的時候 去巡邏 收集資料 然後包括運送物資 都是這樣一個情形 好 所以這是機械狗的情形 那除了機械狗之外 他們現在還投入什麼 因為他們 我們知道美軍之前有一個說 無人的這個所謂的包裝 你要把人後送 這那個車到前線之後 把這個受傷的人也後送 現在烏克蘭也做這個了 他做這個無人運輸車 無人運輸車要做什麼呢 也就是說你看 受傷了士兵的時候 我在前線受傷士兵 就把他往後送了一個狀況 然後甚至還可以拉走車輛 做任何夜間的所謂的執行業務 所以這些都是未來 可能在戰場上面出現的 無人機 無人載具 機器 狗 還有包括說一大堆東西 這個可能在未來的 台海戰爭都會出現 所以我們要好好看看 這些武器在這次 俄武戰場上面的實戰 到底是怎麼會 另外一個就是 現在在俄武戰場上面 有一個新的進展 新的進展就是這張照片 剛剛講的 澤倫斯基態度下變強硬了 因為F16進來來了 F16來就講說 F16什麼樣的F16 我們要講也有369等 現在這個F16是怎麼樣 跟F16V是非常類似的 它是有現在最新的一個科技的 這個最新的科技 還來給它的一個最好的飛彈 也就代表說 現在這個F16進來的時候 它是真的可以掌控 整個烏克蘭上空的 對 所以澤倫斯基現在講話底戲 足了聲音越來越大聲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背後 誰讓它的底氣 F16就變成它的底氣了 因為當今天澤倫斯基 他講說 哎呀 我們F16已經陸續到位 而且已經派出實際用途 在戰場上已經開始在飛行了 所以我們感到非常是好 講完這句話之後 寶玲哥你知道發生什麼場景嗎 直接兩架F16在後面衝場衝過 代表說我跟你玩真的嘛 各位 天空中 澤倫斯基在地面上講 天空中烏克蘭的F16這樣過去 那為什麼我們說他F16V非常好氣呢 因為F16V他最主要的一個特點 在於他的電戰系統 你仔細看這是烏克蘭呢 他們空軍所使用到的 F16所認為的頭盔 你知道這個頭盔叫什麼 JHMCS 換言之跟台灣的這種頭盔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樣的 最新的頭盔 對 那這頭盔厲害在 比如說因為以前F16呢 他可能比較傳統 等於說你鎖定目標之後呢 你還要一路的跟隨 他不用 你只要裝上這個 我們講的JHMCS之後呢 你目光所及之處 他電腦會自動判別 只要你眼睛看到你的目標 他就會鎖定說好 那我就把我的街上武器 相對應的直接到位 所以你可以用眼睛 就可以殺死人 不是 我本來以為說 你今天給了烏克蘭的F16 是以前我們的F16A啦 F16B啦 或者這些比較老式的飛機 或者這邊要淘汰飛機 沒有 他性能全部提升了 而且寶蘭哥他是集合什麼 美國 歐洲各國的空軍之大權 比如說好 這個F16E 他上面的配載是什麼 AM120 然後這所謂的響尾蛇飛彈 還有AIM的AAM 也就是他把美國跟歐洲的 最先進的導彈都裝置在上面 而且不止如此 他還加裝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外掛 這外掛是什麼 這外掛叫做PIDS Plus 以及ECP IPS Plus 你說這什麼意思 講來講 他裝了一個小圓球在上面 而這個小圓球可以幹嘛 可以偵測到他四周 所有來犯的威脅 來犯的導彈 以及所謂的電戰強化系統 你知道這個厲害到什麼程度嗎 因為這不是美國人研發的 後來厲害到說 這個EC IPS Plus太好了 美國說好好 我們也把他考量納入到我們的裝備 所以各位你就看到 他的外掛的這種導彈 這是第一個真色的 因為本來F16 他的我們講掛彈量不足 所以他的機翼上面已經有掛載 與此同時掛載一個小圓球在上面 就是什麼 增加他的電扇系統 所以你知道最近 他們講F16在哪裡出現嗎 甚至連我們講黑海的一個都市 奧德薩 上方都已經看到 烏克蘭的F16 到處去跑來跑去 所以你就知道 這未來絕對會成為 烏俄戰場的game changer 所以他已經全面的部署 在烏克蘭的前線了 對 而且他不死是部署 他甚至連武器 加斯都傳給你看 比如說他們最近在公佈什麼 烏克蘭呢 他們有一個蘇俄士的戰機 結果他發射了什麼 他上面直接裝載 第一個 風暴之影給你看 代表說呢 未來我們從空 從地 都可以用你俄羅斯軍隊 最害怕的風暴之影 來進行摧毀 甚至他們呢 還發文一個說什麼 我們現在增添了F16 對不對 這最強的幫手 但不好意思 以前我們靠著這些米格號 這些老舊的 我們講蘇聯時代的這種戰機 就已經擊毀了 8000多個敵空目標 數百架飛機直升機 甚至是架翼飛彈 而且戰鬥超過2萬次 但香港保留哥 在這種情況下 都已經打到四軍力敵 如果未來F16加進來的話 那會產生多可怕的狀況 所以你看他們在20週年慶祝的時候 還用什麼 我們講這種聯合作戰彈藥 他就直接把這個聯合作戰彈藥 用這個蘇20 27 發到俄羅斯的戰機去 就夠你像他的畫面 直接轟炸你看 那從一開始起像 還跟你比個Rock and Roll的姿勢 然後最後進行轟炸 而且還包括連法國的軍員 這個叫做什麼 真的是法國聯軍 法國軍員的這種鐵錘炸藥 你看喔 有美國的 有歐洲的風暴之影 甚至有法國的鐵錘 所以又造成什麼狀況 欸 我不只是會打你而已 你想要打我 我跟你講 門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最近他們講 俄羅斯派的最新的戰機 蘇57 結果呢 他這個叫做KH-69 這種空對地飛彈 投降機之後發生什麼狀況 直接被烏克蘭 就來看到這張畫面 直接限地攔截 然後他的屍體跟殘骸 就這樣躺在地上 變成一個笑柄 換言之 我兼來空優 我全方面要跟你俄羅斯討回來 我可以打你 我可以入境你的領空 配合我的無人機 但你休想動我現在 烏克蘭領土的半部 所以 我可以把你的 導引系統給破壞掉嗎 對 當然沒有錯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最重要的是 現在俄羅斯是防不勝防 想要打會被攔下來 消防防不住 因為最新呢 我們講黑海艦隊 早就已經名存失望 基本上大家都已經 浪槓去了 但剛好好死不死 還有一個潛艦 這種積弱級的潛艦 就停在黑海 我們講附近的港口 他叫做頓河判 羅斯托夫號 這羅斯托夫號 我跟你講他算倒楣 為什麼 以前就已經被烏克蘭打過一次 就這一次直接一命嗚呼 美國是叫什麼 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原本他應該是有保護的 因為這海馬是發生的陸軍戰術導彈 他在黑夜裡面 當時確實是有被攔截到 那你知道攔截人是誰嗎 事實上是有四個薩姆400 就這四個薩姆400 最後保傑哥你知道他什麼命運嗎 全部都被摧毀了 就攔不住 你知道嗎 四個薩姆400最後都被毀掉了 因為陸軍戰術導彈一直來 所以你看 這是先前我們講的 這個羅斯托夫號被擊中的畫面 那時候已經大修 修非常久了 結果現在我們講的 烏克蘭直接講說 襲擊直接把他擊沉了 沉默了 Good job bro 所以說兄弟們幹的好 那你想想看 所以你說 這個羅斯托夫號修好了以後 放到了塞凡港旁邊 碰到了塞凡港旁邊了以後 他才剛剛露出水面 而且旁邊有四個薩姆400發射 等於說保護他 全部沒用 對 因為他最慘是什麼 因為他是在去年9月的時候 才剛修好 那時候就是他身體已經被擊中 結果你想想看 算一下這個時辰 他可能還剛稅修完 就說好 我修好了 我要再昇龍火舞了 就剛開出來以後 馬上砰砰砰砰砰砰 馬上又被陸軍戰隊導彈擊中 然後直接被摧毀 所以他們現在在講 說俄羅斯現在境內 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防空設備 也沒有什麼潛艇可以用 因為都已經被炸了一缸二鏡 好 現在F16進到烏克蘭 真的很厲害嗎 而且他這個F16 感覺上跟我們的F16V 是一樣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原型是F16AB 跟我們台灣現在100個 多架的改章 改中國的所謂F16V 那麼原型的比較接近 他不是我們花了很多錢去買了 66架還沒有交貨的 這F16V 那個是更棒 事實上根據我們所知道 在公布正式的新聞之前 其實F16就已經進去了 那麼只是因為 每次烏克蘭都是這個樣子 所有的武器都先到了以後 才公布說哪個國家 哪個國家給我們什麼東西 因為他怕俄羅斯進行從中攔截 或是進行破壞嘛 所以F16那麼已經早就進去了 那大概是幾架呢 也不是現在外傳的什麼兩架 六架大概應該有十幾架進去 為什麼呢 在這裡報一個料 為什麼呢 事實上我們台灣自從 這個戰爭呢 俄烏戰爭打了兩年多啊 台灣一直對這個烏克蘭呢 那麼一直非常的友善 包括民間 包括官方等等啊 我們甚至於捐了很多的救護車 跟捐了很多的這個 包括黃黛衣等等啊 給烏克蘭 這個所以呢 那麼烏克蘭相關的這個官方組織 其實私底下 有把這個F16 已經正式到了烏克蘭準備起飛 那個新聞有Pass給我們 我們在很早之前就知道這個新聞啊 所以呢 這些F16呢 除了我們知道了這個 AIM-9X 就是響尾蛇短程的飛彈之外 AIM-12洞 你要知道 過去台灣買到AIM-12洞 這個200多枚的飛彈 是不准放在台灣的 是放在關島啊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的空對空飛彈 在這個所謂的中程的這個飛彈裡面啊 那麼我們 美國賣給我們的AIM-12洞是 它的性能是比這個中共來的好 而且後來啊 我們現在配合F16V 所以AIM-12洞只是個代號 它裡面有各式不同的型號 我們現在越買越 對這個尖端科技 已經到了一兩百公里以上了 所以這次根據我們所知道 烏克蘭拿到AIM-12洞的射程度 超過120到150公尺 就是4巨外 那包括它的頭盔 就是我轉到哪裡看到哪裡對不對 說發射就發射等等啊 那對這個等於說本來完全沒有空佑的烏克蘭來講 那麼一定是俄羅斯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當然俄羅斯會說 我們有S-400啦 我們有S-300啦 有S-500等等啊 事實上那麼長期以來 俄羅斯已經不太敢把很多的飛機啊 飛行物飛到烏克蘭的主要城市 因為那邊有歐美給的 北約給的相關的防空系統嘛 而現在F-16只要一進來 那麼我相信隨著架次 現在大概已經到了大概八十幾架 有可能最後會給它一百多架 雖然遠遠沒有辦法跟俄羅斯來相提並論 但是對這場戰局啊 那麼使烏克蘭不再那個掉到劇烈勢 有非常大的幫助 這個世界真的是烽火連跌 烽火連跌要講 現在在25展場上 F-16真的進去了 而且F-16還不是所謂的老式的F-16 看起來它是有升級到F-16B 然後澤倫斯基 現在態度更強硬了 他就站在F-16的前面 說他們是寸土不讓 講到寸土不讓的時候 導播在看的畫面 更可怕的是 現在俄羅斯的油庫 俄羅斯的艦隊 甚至連他們黑海艦隊 最重要的潛水艇 都被炸掉了 我們一直講到很久很久 F-16終於來了 然後澤倫斯基就直接也不演了 弄了一個很盛大的一個 接裝儀式 然後告訴你說F-16來了 然後F-16他也不去改他的塗裝 他就直接把logo給蓋上去 其他的都沒有改變 他直接掛彈給你看 掛了什麼 掛了一個中程導彈 掛了一個短程 這個就是F-16 剛剛講的兩機開始一個往前飛行 就在烏克蘭的上空 對 然後就直接飛行給你看 甚至還掛彈一個短程的 空對空的一個翔尾蛇飛彈 這些東西整個弄出來之後 就告訴你說 他也太故意了吧 我就刻意 剛剛講的 這個是烏克蘭的旗幟 我就在烏克蘭的F-16前面 告訴全世界 我們不讓了 對 我們的F-16終於來了 我們要關閉我們烏克蘭的天空了 以後你的舒適戰機 不是你想來就來的 你要來之前先問問F-16 F-16的這個導彈 中程導彈 短程導彈 翔尾蛇全部都掛上去給你看 你敢飛過來 我就把你給打掉 你敢飛過來 我就讓你回不了家 過去來講 都只能用這些的防空系統 現在加上F-16之後 你看舒適戰機 它敢來嗎 舒適戰機已經剩沒有多少了 烏克蘭如果把它打進下去 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恐怕它的空中優勢 在這一次結裝儀式之後呢 正式結束了 所以說 他不是說我只是給你F-16 剛剛講的AIM-120 這些非常好的空中 空對空的飛彈 空對地的飛彈 都給了F-16 都給了烏克蘭 他這一次來是All-Set 整個組裝都過來了 除了給你機體之外呢 他在其他的地方 把你的 這個烏克蘭的這個 飛行員也都訓練好了 甚至連導彈 掛彈的設備 都把你訓練好 所以這次來之後呢 對他們一定會有 很大的一個改變 好 我們看到現在 烏軍開始 開始有一些大的動作 大動作有幾個 比較重要的是 第一個 俄羅斯現在境內的 這個軍用機場 還有你的自由彈庫 剛剛這裡的一個必要配備 更關鍵的是 黑海艦隊有一個 本來認為神出鬼沒的潛水艇 現在已經確定了 被炸成了 對 我們先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什麼意思呢 這邊呢 就是烏克蘭的領土 這些紅色的呢 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的境內 羅斯托夫州 已經有遭受到 很多很多的攻擊 被打了 而這些攻擊呢 打下去之後呢 俄羅斯是完完全全 沒有招架之力 一個 一個 一個油彈庫 把你端掉 端掉完之後呢 第二個油彈庫把你端掉 第二個完之後 第三個 所以總共把三個油彈庫 就直接給你炸了 你知道他要過來攻擊你 但是你無能為力 他就直接把你清除掉 清除掉油彈庫之後呢 羅斯托夫州的 一個軍用機場 他也沒有客氣哦 我們來看一下 before跟after before是在這裡 羅斯托夫的 他那個軍用機場 你看這每一個都是什麼 軍用機的一個碉堡 軍用機的一個機庫 完完全全 變成 廢土一片 沒了 那這個東西來講 你說啊 這個東西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面積嘛 沒有 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黑海艦隊 黑海艦隊之前有一個 羅夫托斯 塞凡堡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俄羅斯的一個 頓河判 羅斯托夫號 其實之前就已經被攻擊過 那一次攻擊過之後 有一個大傷 所以呢 他沒有辦法躲到後面的 這個新羅西斯克 就只能在這地方 繼續的一個處理 繼續處理之後 好不容易 修補好了 修補好一出來 打掉了 這次打掉之後呢 潛水艇他們發了一個 這個Defense of Ukraine 突發了一個說 你潛水艇就應該永遠在 Black Sea的河底 所以呢 叫這件魚什麼 Enjoy the fish We'll enjoy the new home 以後這個 這個潛水艇呢 就永遠在黑海的底下 只有黑海的魚 可以跟它遊玩 跟它細爽 然後呢 這個東西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整個黑海 黑海艦隊為什麼一定要跑到 新羅西斯克 因為你留在這裡 你只要一出來 你只要修補好之後 一出來 竟然就直接被攻擊 直接打掉 潛水艇耶 潛水艇有那麼好打嗎 沒有啊 他等於說他只要一起來 一出航 一掌握之後 就直接被你打掉 那除了潛水艇之外呢 他們左勝無極的S400 這個薩姆400 竟然又被摧毀掉了 而且呢 這次摧毀掉 是僅剩的第四套 你這樣子打完之後呢 你潛水艇也沒了 S400的這個 防空也沒了 防空也沒了 你說這個仗 到底要怎麼打下去 所以我們之前講說 F16進到了 烏克蘭戰場的時候 你覺得你夠厲害對不對 F16如果進去的話 那制空拳不就已經 被烏克蘭跟北約掌握了吧 對 就沒有想到 新加坡的廣部長講 原來F35早就進去了 原來整個戰場的管理 整個戰場的管控 都已經由F35來負責了 而且目前為止來說 聯軍可以說是完全不演了 不演了 他把過去呢 我們都說烏克蘭的空軍 還有烏克蘭的武力 怎麼那麼厲害呢 幾乎把俄羅斯的空軍 完全端掉了 現在直接告訴你兩件事 第一個 華爾街日報就跟你講 美國將為烏克蘭的 目前有的F16戰機 配備美國現在最先進的武器 我就直接給你了 所以我不是說我F16給你 我還把你配備我的飛行員 不但是F16給你 我的飛行員給你 剛剛講你的飛彈 也是最好的 我是最先進的 我都給你了 所以美國不演了 另外一個盟軍 還有這個新加坡的 國防部長說什麼 他說我們在 你看他說目前為止 F35已經在周邊 為這個盟軍提供什麼 提供如果你有飛彈 從這個俄羅斯的飛彈 從烏克蘭的地面上 發射出去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可以知道這些訊息 而且馬上就分 分享給所謂的北約盟軍 那你可以解釋 為什麼我們有很多這個 俄羅斯的他們在這邊的地面 地面的武器 地面的這個發射系統 為什麼會被端掉 原來就是F35在這個地方 你告訴他的嘛 對 那還可以解釋什麼 為什麼你看最近一段時間 烏克蘭的這個無人機 動輒可以飛到莫斯科去炸你 然後可以飛到這個 別爾哥羅德各地方去炸你 然後飛到這個 俄羅斯南部的 這個烏龍塔去炸 甚至這幾天還創了一個紀錄 保證他說 這個烏克蘭飛了1800公里 到了北極圈的奧萊尼亞機場 他還可以轟掉 土三 土二三的這個轟炸機 土二三都給炸掉了 那你這怎麼解釋原來就是這樣 啊就是這樣嘛 第一個F16老少就在這裡面作戰 第二個是什麼 F35提供你相關的資訊嘛 所以也就是說 目前為止來說 隨著F16進來 然後F35在這邊當成 當成這個所謂的 相關的作戰的指揮平台來說 你俄羅斯當然 完全就不是對手的一個局面 而且之前我們都講 F35是一個隱形戰機 它這隱形戰機已經非常厲害 隱形戰機來物影去物中 它可以作為一個開門者 它闖進敵方的領域裡面 你完全不知道 然後呢我可以透過這個座標 通知我後面的這個戰機 對 將你的眼睛耳朵給打瞎 是 就現在如果你在 恩物戰場上面來的話 它扮演的角色更加可怕 第一個 我是一個最好的空中作戰平台 第二個就是 我居然有預警機的功能 剛剛講 你不管是你的這個 蘇凱34 蘇凱35 或者是你的圖22 你只要有任何的起飛 甚至你的導彈 任何的起飛 你起飛的位置 你的坐標 我可以馬上掌握 馬上掌握以後 我可以馬上記錄 記錄以後 我就分享給我所有的盟友 沒錯 所有 它變成一個最好的 戰場管理的飛機 沒錯 寶傑提到說 F35是個最好的 做戰場管理的飛機 我們從這幾個事件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反正這幾天的時候 寶傑你知道嗎 這個在27號的時候 烏克蘭當天 他們說他們出動 約莫數架的無人機 然後從烏克蘭邊境 飛到 你看這麼遠的距離 飛到俄羅斯北極圈裡面的 這個基地 它一共飛了1800公里 好他們飛了這個千里之後 把這個在機場裡面 塗22的戰略轟炸機 把它炸毀了一個狀況 寶傑你想怎麼有可能 它飛這麼遠 飛了1800公里 難道你都不會知道 什麼飛機 什麼來攔截你嗎 可以解釋性 然後烏克蘭還說什麼 不是 而且透過1800公里 1800公里之外 你還可以遙控 還可以精準打擊 那好 那為什麼能夠這樣 烏克蘭說什麼 我們是發展出所謂 可以媲美戰斧飛彈 相媲美的遠程 神風特攻隊打到那個地方 寶傑你相信嗎 不相信 當然不相信 所以現在證實什麼 如果F35在這個地方的話 很簡單 F35就直接給你目標 你可能在什麼地方 有一些相關的防空設備 你都完全避開 所以它可以 為什麼可以千里奔襲 我可以做空中導役 對 我可以 為什麼可以千里奔襲到那個地方 然後我炸掉你的時候 你完全不知道 因為就已經 有人跟你指點名錄 你要怎麼飛過去嘛 所以這顯見 F35絕對有在這個地方 幫助烏克蘭的無人機 在進行攻擊的狀態 因為它進來這個地方 它其實已經配備在 約莫在波蘭 還有羅馬尼亞這個地方 也就都在烏克蘭的邊界裡面 雖然我沒有進到烏克蘭 對 可是我就算在邊界 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沒錯 他們在開打的時候 他們有388聯隊 還有空軍預備役的第419的聯隊 他們兩個都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是有編制F35A 然後他們大部分都是 部署在這個德國基地 然後必要的時候 他可以飛到波蘭 飛到這個羅馬尼亞這個地方 也就是靠近烏克蘭的境內 然後他就說我們從來沒有 飛越過任何的邊境 就沒有飛越過到烏克蘭的領土裡面 然後他說他們也沒有進行過 所謂發射轟炸控 都沒有 他們就是在這個地方 進行什麼 收集情報 那什麼收集情報 他說我們只要 飛到這附近來說的話 在烏克蘭境內 或是在靠近烏克蘭的俄羅斯境內 你只要有飛彈發射出去 我們第一個時間 就可以偵測到這個點 譬如說這個點發射出飛 這些點發出飛彈對不對 我們的F35就可以偵測 先把這些標的完全都標住了 標住之後確定 如果這個地方是不會移動的 我以後就再去攻擊你 如果你是會移動的 我就再看看你的下一個位置在哪裡 我可以真正 因為你已經發射出你的目標 我已經知道你這個目標是什麼東西 你現在是再一樣的時候 我就知道是你在這個位置 我就把你打掉 所以這就可以為什麼了解說 為什麼烏克蘭 俄羅斯的薩姆300 薩姆400 一個一個被斷掉 因為他就講 原來非常清楚是 F35已經可以非常清楚 你只要薩姆300 薩姆400有任何的異動 你有任何的動作 我馬上可以偵測到 所以你薩姆300跟薩姆400的陣地 我完全遼弱之道 但有一個是說我要不懂 是說 他說F35的標準配備是ANAPG的81 他說這個雷達 有1676個生化甲的發射接收模組 對 他說這個主控相對雷達 一直是美國的最高機密 沒錯 這個到底多厲害 寶傑你知道嗎 他們也就是說 你只要發射出一次 我就偵測到你 好那這個就是他們有所謂 配備的這個ANAPG的這個 這個81的這個雷達 這款雷達裡面最特別的是什麼 它就是說有1676個生化甲的 這個發射模組 什麼叫生化甲的發射模組 我們的手機裡面也需要 生化甲的發射模組 就是我把訊號放大出去之後 知道它這樣之後 然後反射回來 我可以知道這些相關的訊息 我生化甲的模組 越多的時候 我的發射能力跟接收能力越強 我偵測到的能力越強 那1600多個很多嗎 非常強的一個 而且這個技術我就講 美國是絕對不會外露給任何國家 任何國家 完全沒有人知道這些東西 對 所以這就是美國的最高機密 它配備在這上面 所以為什麼F35的雷達那麼的強 沒有人能夠比得上 難怪說生化甲全隊不得給中國 對 那些是國防機密的一個狀況 那也因為這樣 抱歉 所以難怪我們可以解釋 為什麼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俄羅斯什麼蘇34啦 蘇35啦 然後圖伊伊爾的22的戰鬥機 電戰機 還有之前 這個烏克蘭不是用一個 愛國者飛彈擊落的A50的這個運行機 在想你怎麼那麼厲害 你可以擊落A50 愛國者飛彈擊 愛國者飛彈擊落 到底什麼意思呢 簡單嘛 那就是因為 這個F35已經標定目標給你看了嘛 那好 F35 難怪說前陣子剛剛講的 14天的時間裡面 對 俄羅斯摔了15架的飛機 現在機密解讀是 這15架的飛機 剛剛講的包括蘇34 蘇35 包括它的A50的預警機 對 都已經被F35鎖定了 好 那我們就想 事實上F35除了我們剛才講到 它的雷達非常厲害 標準雷達非常厲害 還有一個非常厲害是 它整體的這個電戰系統 保證它的整個電戰系統 它是一台飛機 全部都是電戰系統 它這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英國貝移系統開發的 這個ASQ239的這個電戰系統 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這上面全部都是它的感知器 它感知器是全部它可以 它全身 就這個 對 全部都感知器 全部都可以這樣 它全部都可以接收雷達的任何的坡 也就是說它飛出去的時候 因為它可以飛的距離非常遠嘛 F35A可以飛1080公里 然後F35B是869 然後F35C是1138 它飛到 譬如說它飛到我要這個偵測的這個範圍之內 你發現不到我 但是呢 你不知道我在哪裡 但是你會可能在 你們在互相攻擊嘛 互相攻擊的時候 你會有發出一些雷達訊號 對 雷達訊號 它不會主動發出雷達訊號 它就是飛到那個地方去 接收所有的雷達訊號 所以為什麼你沒有發現它 因為它不會發發出任何的訊號 對 我是被動的 但是它可以接收到非常多訊號之後 然後你看 這個它很神秘喔 它裡面還加入一個叫做零式系統 什麼零式系統 它在這個飛機裡面 加入一個什麼東西 保證你知道嗎 很有意思 我舉個例子 你的飛機員在飛 因為它飛行員來說 是一個透明的飛行艦 對不對 你突然震動一下 然後它就跟你說 這是什麼東西來了 所以你飛行員是 它會提醒你 對 你是被動知道 原來這個 有東西來了 對 好 那這個東西要不要重要呢 重要的話我就把它發射出去 譬如說我給同樣的戰場上面的人員 對 所以它是這樣子 它不是一直在看那些所謂什麼 什麼很多東西 沒有 它就是它感覺到了之後 然後它就有一個零式系統 就會跟你講 欸 現在有事情 你看這個訊息 然後它就知道 原來是這樣 好 它就可以開始 做任何它想要做的這個動作 而且更可怕的是 剛剛講的F3 F3速它的整個巡視範圍 是360度無視角 對 而且它現在還做一個東西 它現在還弄一個新的版本 這個版本叫做這個聯網的這個 G級的這個吊艙 它這個新版是怎樣 它就是在吊掛在下面之後呢 因為其實聯網功能就是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我要有能夠跟互相連接嘛 雖然我這個店 有這個所謂聯網夾艙之後呢 抱歉 它這個可以跟目前為止 所有美軍的系統完全連結在一起 甚至可以跟F16連結在一起 也就是說 我剛才不是講到 我飛到這個敵軍的這個境內 這個所謂的民視系統通知我 有這個訊息 好 我這個訊息之後 我再用這個電戰夾艙來把它發射出去 我可以跟F16互相分享 可以跟地面武器分享之後 然後由你來攻擊他們這些 所以它為什麼會變成是一個 最強大的這個所謂的電戰機 其實是因為它有非常強大的電戰系統 我們在看到了俄物戰爭的時候 烏格蘭有一個部隊 惡名昭彰 但蕭勇散戰 我們剛剛講 之前在亞素鋼鐵場的時候 他們完全在這個地方守住了 讓俄羅斯的部隊完全不能多進一步 結果這個部隊因為太惡名昭彰了 美國曾經要求說 美式的武器不可以交給亞素營 就現在它不是開綠燈嗎 不是想說現在美國的武器 北約的武器 你可以打到了俄羅斯的境內 現在不但是說你這些武器 也可以打到俄羅斯境內 已經把蘇凱57都給打掉了 更誇張的是 連這個最惡名昭彰的亞素營都說 沒有問題 我開綠燈了 北約的武器 美國的武器 都可以給它使用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對亞素營 亞素營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就烏二戰爭那一打的時候 亞素營在那個地方 馬力波來講 亞素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地點 亞素鋼鐵場 他們守了多久 守了82天 最後俄羅斯怎麼弄下來了 丟白銀彈 那個白銀彈的畫面出來之後 大家全世界震驚 你在這個2023年打戰爭的時候 你用白銀彈 你到底有什麼辦法 你都打不下來 那就是因為他們真的是太勇猛散仗了 這個部隊守一個鋼鐵場 居然可以守82天 剛剛講的這個震驚沒有天險可守 對 它就是這樣子的 把它守住 把它守了82天 然後最後用白銀彈 再把它給攻下來 然後為什麼亞素營過去來講的話 因為他們的思想是極右派 然後極端主義 所以過去來講的話 是不能夠給他們用的美式武器的 但現在來說 他們通過萊西法案的審查 認為說沒關係 捆龍鎖就打開了 不管是誰 就算連亞素營都可以拿到美式的武器 大家想一想 你當初可以說是手無寸鐵 打到最後根本就沒有東西打到 你可以守了82天 如果現在又把這個美式武器丟給你 對 那是不是要從這個地方馬力波 開始進行反攻了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 這些東西包括美式的武器 拜登之前給他的東西 一樣一樣就要丟過去了 所以像刺針飛彈 海馬斯火箭彈 包括155的榴彈炮 81公里的迫擊炮 這些東西可能都可以交到 亞素鋼鐵長了 對 而現在不但是交給亞素鋼鐵長 所以我們講過 現在美國對整個烏克蘭 已經開了綠燈了 他透過了無人機 將這個蘇凱武器給集會 除了集會以外 今天更新的消息是 他們的空中武力也出動了 他們的這個所謂的 多管火鈴號也出動了 空中武力已經有戰功了 對 在昨天我們講到一件事情 天啊 第五代戰機 竟然有人折損了 折損的是誰 就是蘇凱57 竟然在一個沒有升空的情況之下 被無人機打掉了 一個3萬美金折合台幣 大概100萬的無人機 竟然打掉了蘇凱57 蘇凱機造價多少錢 4500萬美金啊 18億就被無人機給打掉 被無人機打掉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象徵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現在這些歐美國家給他們的戰機 已經進入到了俄羅斯的領空 而且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打擊 你說真的飛機出動了 對 真的飛機已經出動了 所以呢他說這個對俄羅斯境內的目標 空投彈藥 這代表什麼意思 無人機我可以飛過去打你的蘇凱57 然後呢我們的戰機 拿到的戰機也可以飛到你境內去打 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那這個戰爭的意義不一樣了 過去我是在你烏克蘭的境內打 對俄羅斯的人民我們沒有特別的感覺 但當他們的無人機飛過來 當他們的戰機可以來空投炸藥的時候 那完全是不同的一個想法 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蘇凱25 蘇25其實算是一個老式戰機 現在他可以裝上法國最新的BIG HAM 他可以把這個炸狼頭給裝上去 鐵錘給裝上去 所以呢雖然這個蘇525是比較舊式的 可是現在他把電子線路 經過兩個月的改裝之後呢 竟然match了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蘇式武器跟這個法國最新的 飛彈 已經可以連結在一起了 所以我不在剛剛講的 我現在F16已經有100多架 要進到了烏克蘭 我現在連法國都說 我的幻象2000也可以交給烏克蘭 更誇張的是 你這局本來有一些二次的武器 現在這個蘇凱25 竟然可以把法國現在最好的精準導引的鐵錘 炸彈裝上去 對 給裝上去 而且他可以完全正確的一個激發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 他雖然沒有第一時間 沒有辦法取得全面的空優 但是當這些兩個武器 舒適的戰機 搭配上法國的鐵錘炸彈 合在一起之後 很快就會有空中優勢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過去來講 我們一直講說 這個地方是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就是不能丟啦 你的面子 普丁的面子就是克里米亞 可是現在來講的話 他們竟然可以在烏克蘭的境內 直接打擊你的防空炮火 你的防空陣力 S400 S300 總共三個 兩個S300 一個S400 又打掉了 你不但沒有辦法去升空 保護你的領空 竟然是直接你的這些火炮 直接被打掉 被打掉代表 我就是瞎了嘛 以後任何的這些 他們的這些導引飛彈 飛過來的時候 你沒有S300 沒有S400 你要怎麼去防衛你的克里米亞 這對他們來講的話 現在是頭痛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這個最尷尬的是 俄羅斯一直在宣稱說 全世界最好的防空武器 就是它的S400 S400 S400還給很高的價格賣給印度 很高的價錢賣給中國 結果 這一次在俄羅斯戰爭裡面 你當北約的武器 中國的武器進去以後 你才知道 它完全沒有任何防禦能力 對 過去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S300跟S400 有點像是蘇凱57 聽起來第五代戰機 聽起來這防空炮火都非常厲害 甚至S300 S400還外銷到其他地方 可是一打仗之後 他先說你根本沒有辦法 來進行一個防空炮火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說的話 真的非常的嚴重 所以剛剛講的 現在北約的武器已經都進來了 包括SUB的所謂的 340空中預警機 它有的890的預警機 現在剛剛的幻象2000要進去了 現在有85台的F16進去了 所以我今天就傳出來說 我們的飛機已經進到了 俄羅斯的境內 已經從空中投彈集中目標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烏克蘭可以說是這些歐美國家 這些空中的飛行器的大集合 你看SUB也來了 890也來了 然後幻象 過去來講的話 其實 澤倫斯基一直要求要幻象 但是過去都沒給 現在也給了 甚至還有瑞典 他希望瑞典可以提供這個JAS39戰機 這個如果去就厲害了 因為過去來講的話 他們烏克蘭的戰場 可以說是樓長寸斷 我已經沒有辦法給你一個完整的 一個戰備跑道 我沒有辦法給你一個軍用機場 所以他可以短場起飛 對 他可以短場起飛 所以如果瑞典真的提供了JAS39的話 他表示說他可以放在任何一個地方 只要有一段完整的小跑道 我就可以起飛 再搭配上這些空中預警機 以後到底空中優勢 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的 這就很難講了 宇軒 另外一個要講到的 現在的烏克蘭戰場上面 美國真的開了綠燈 美國開了綠燈你就發現 北約的武器 整個美國的武器 跟俄羅斯的武器一比較起來 俄羅斯的武器根本英雄無用武之地 連他們現在號稱全世界最好的五代戰機 這個蘇凱57 都被無人機給炸掉了 保雷哥不只比亞迪會電人 最近俄羅斯也是被烏克蘭電得非常慘 為什麼 因為原本大家講說蘇凱57 是俄羅斯號稱最先進的戰機 它等於是什麼角色 等於是F35 是空中總司令的概念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空中總司令的糗大了 為什麼 因為停在停機坪連飛都還沒有飛 一台造價高達15億台幣 保雷哥 結果你知道被多少錢的無人機毀了嗎 多少錢 大概3萬塊錢 3萬塊 3萬塊就給你輸贏15億 各位這發證狀況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停機坪的畫面 原本呢這個蘇凱57 是停在這個我們講大庭廣東之下 這真的是光天化日 為什麼 因為他想說我在俄羅斯境內啊 對不對 我怎麼可能呢 會被你攻擊到 所以大喇喇的就停在這邊 停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2024年6月7號的這個照片 結果6月8號 他就被炸了 對沒有錯 各位你看左邊呢 是原本完整的蘇凱57 結果我們沒想到 右邊呢 整個欸 形狀是還看得出來 但你仔細看發現 嘴吼吼 為什麼 因為他等於是用這種很清醒的 廉價的無人機呢 去突襲 掌握到他的位置之後 進行整個我們講自殺式的攻擊 但因為他攻擊之後 你知道他會發生什麼 他會爆炸 爆炸之後他碎片散的到處都是 但我們剛才才跟各位講 蘇凱57是一個空中總實力 所以代表有一件事情 他機上裝載的都是非常精密的配備 包括你講的隱形也好 包括你的雷達也好 包括你的感知也好 他哪經得起這種無人機的碎片 炸吹吼吼吼 整個噴到整個飛機上 全部到處都是 所以他們通話也講說 沒有辦法 沒救了 他說這台蘇凱57 爆炸了 因為我們曾經講過 你越是高等飛機 剛剛講第五代戰機 對不管是這個所謂的F-22 或者F-35都非常娇貴 我飛上去一次 飛下一次我要全部洗過 洗過了以後 每個地方有不同的抹布 而且這不同的抹布整個清理 那都要專門的學問 所有東西清理過了以後 剛剛講 因為你要有 等於說你要隱形 你的蒙皮 你的所有的塗裝 都要非常的完美 我旁邊 我早上用燈子把你敲一下 你就什麼都完蛋了 對吧 因為他之所以要這麼強調 他的隱形戰機 以及他的功力 就是代表他非常的嬌貴 碰都不能碰 但是他被這個炸毀之後 他們就宣告說 沒救了真的沒救 而且這個時候行動是怎麼產生的 代表美國有援助嗎 為什麼 你仔細看那個照片 他是在7號的時候 才剛掌握到這個位置 結果沒有想到 他在什麼時候 8號烏克蘭馬上就發動攻擊 等於就是說 美國一偵測到 或者說其他國家援助的時候 一偵測到 57億星人光天化之下 現在停在這個大庭廣之後 馬上攻擊 所以隔天之後 你看反應之快 迅速的1天之內 而且美國我覺得 非常給俄羅斯難堪 當時在炸的時候 傳出這個消息 俄羅斯沒有沒有 我沒有受到什麼傷害 這個事情是謠言 結果 美國馬上把這個照片 隔出來 6月7號 6月8號 你同樣都停了 蘇凱57億 你的狀況 你受傷的程度 一目了然了 而且更狠的是什麼 他說 我們剛才那個是近看 我直接給你看遠看 你在這邊 停了多少飛機 我都清清楚楚 我都清清楚楚的明白 所以你知道 現在俄羅斯是面對到最大的狀況 他連這個都照出來了 這個照出來 這邊就是蘇凱57 你停在這裡 我都知道了 對 而且你看到 往上邊 往左邊 左上方 還有123456 還有一大隊飛機 我都看得到 看我要不要打而已 而且不只是這樣 現在俄羅斯最大的處境是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講那個叫做境內 所以他變成是 真沒路撤也沒補 為什麼 因為當我往前的時候 這個哈爾克夫 已經成為一片戰局 已經變成絞肉場了 我所有俄羅斯派的 不管是步兵連 不管是裝甲連 甚至是資源的連隊 我只要一往前進 越過雷池一步 老德哥你知道什麼會飛過來嗎 什麼會飛過來 無人機會飛過來 海馬斯系統的這個火箭 我們講陸軍戰術系統 所以我們看到了前一段時間 講說俄羅斯要發動的 一個下氣大攻擊 俄羅斯當時集中了 中國的數十萬的兵力 在哈爾克夫不斷的推進 當時來講說 烏克蘭節節敗退 可是你當開了綠燈之後 烏克蘭俄羅斯就沒聲音了 因為俄羅斯的後勤 俄羅斯的補給 全部被截斷了 對 那個畫面 慘烈到什麼地步 因為他打了大量的急速彈 他專門的瞄準 就是說我是針對你人而來 我是針對你地面部隊而來 坦克而來 所以我不用大規模 毀滅的這種武器 我只要用這種急速彈的方式 等於是什麼 殺蟲劑一樣 這就是急速彈 對 沒有錯你看到 它的範圍之大 但你以為只有陸軍戰術 只有急速彈嗎 各位不要搞錯了 為什麼 因為他彈頭是可以換的 所以最後俄羅斯想說 好 那我哈克夫不打了 我退回俄羅斯境內 可以吧 不行 也不行 為什麼 他們就退回到俄羅斯境內 開始進行集結的時候 比如說他跑到一個烏東 這個地方叫做盧桿斯克 然後跑到烏東 然後你以為說 往後撤沒問題嗎 不行 陸軍戰術導人又來 你說宇軒又是急速彈嗎 不是 他給你展示不同的活力 就各位你看到畫面 有沒有直接到 就只有一下 就只有一下 蹦的一聲 他直接把所有俄羅斯的 據點裡面的戰車 一併的摧毀 為什麼 他改成這種高爆彈 就是我用這種高能量 而且就強大的破壞力了 就單一彈頭 一樣把你的機體給摧毀境內 而且不只是這樣 甚至他們兇殘到什麼程度 他是不是想說 已經轟炸到境內了 你以為只有無人機 你以為只有海馬斯 你以為只有陸軍戰術 不是 保德哥 戰機都飛過去了 他現在烏克蘭連戰機都親門打 我就直接飛到你22領空 開始對你去投地 開始對你去轟炸 空軍都來了 對 所以你想想看 那如果之後F-16來了 F-16能不能裝載投彈 也可以啊 他可以打你空 也可以打你地 那你想想看 所以F-16動起來了 對啊 那你二樓製作的軍隊變成是 我進也不是 退也不是 我安全 前後都是四面楚歌的狀態 這個心理壓力會非常非常大 所以你看到現在烏克蘭 不只是有這種美國有如神助 連勇氣都來了 連講誰給的勇氣 只可以看一看畫面 烏克蘭呢 他就在這種狀況 狹路相逢勇者勝 他開這台N2A2的這個戰車 剛好你知道遇到誰嗎 遇到俄羅斯的裝甲車 BTR82A 就各位現在畫面了 那你仔細看囉 有沒有看到 遠遠的開始對轟 我看到你我也沒打算退 高速行止 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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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注意到 左邊的是那個N2A2 結果右邊的一直中彈 一直中彈 就是俄羅斯的裝甲車 最後你看開始雷殘了 開始越走越歪路了 結果下一卡 你會發現 裡面的人從上面跳下來了 裡面的人滾下來了 受不了了 最後這台車就直接這樣 旁旁旁邊雷殘雷殘 整台車都毀掉 他們等於說 直接在正面對決狀況之下 那好像中世紀武士 拿著長槍在對撞 對 等於是兩個人騎身嘛 我拿著長槍 你拿著長槍 反正我們撞下去 就是要有一個人倒下 而且不只是這樣 現在俄羅斯 已經窘迫到什麼地步 窘迫到連自己最新的2S43 他們講自走炮系統 欸 各位 這是他們新出來的 才剛發包 然後剛陸續生產出來 就你現在看到的 都不得已要派上前線 那你說為什麼 他連這種武器都派上前線 因為現在烏克蘭 無人機實在太可怕了 出神入化 坦克 他還可以精準的從你上方 因為現在俄羅斯的坦克 都會包圍著這種 防無人機撞擊的地方 你仔細看到寶玲哥 他這個躲繩 他往前進了 你再說 怎麼包成這樣子 沒關係 我先挺一下 然後呢 往上 然後就往裡面 洞裡面撞 他會轉彎 對 會轉彎 我才不會傻傻的 這個撞下去 所以你知道 坦克也要 甚至他連人都撞 有人騎這種 佔用摩托車 對不對 拖車 然後騎在上面 就騎著急程罩 無人機也來 反正呢 只要所到之處 俄羅斯現在士兵 仍仍中日惶惶不可控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到處都有無人機 隨時有可能 會從你背後冒出來 突襲你 美國總統拜登 最近講的非常多 耐人尋味的話 除了兩岸之外 他還特別講到 現在美國援助 烏克蘭的武器 他說 你不可以拿去打這個莫斯科 你不可以拿去打 克里姆林溝 那講說你是不是在 騎煞車 後來講說搞了半天 不是 是除了克里姆林溝 除了莫斯科以後 你都可以用 就我現在剛剛講的 一些大批的火力 大批的火藥 剛剛已經進到了烏克蘭 而且用了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你真的用了北約的武器 你真的用每次的武器以後 你現在二字武器 完全英雄無用武之地 而且現在恐怖的是 他過去的人海戰術 而且他過去的 大規模的軍隊的作戰 現在居然一下子數百人 一下數百人 都被殲滅掉了 對不對 剛剛這個叫 秋風扫落 為什麼我們講 因為我們知道最近哈爾科夫 這個地方處於一個 激戰狀況 但出現一個非常尷尬的場面 什麼場面 原本的俄羅斯派出 他的中甲師坦克也出來 包括了運兵集團 高達數百人 三十百人的部隊 一次派出來 結果不好意思你知道 發生什麼狀況嗎 一出來就全滅 全被殲滅了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我們講 就這個畫面 對 它不是一輛的 所謂的運兵車 它是好幾輛的運兵車 全部被殲滅 對 而且連敵人都沒看到 這才最慘的 就是你聽到聲音 聽到聲響 然後不好意思 你已經陣亡了 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現在 不管是他們派的ASB890 或者說有一些全新的預警系統 還有F16我們講 在空中偵測之後 整個我們烏俄羅斯的地面部隊 變成什麼 跟不穿什麼一樣 躺梗梗 讓人看梗梗 所以你走到哪裡 我都知道你的部隊 部署在哪裡 那我知道你部署在哪裡 這樣有什麼用嗎 我看得到你 我打得到你 對 馬上海馬斯 300公里外 直接長城狙擊 長城狙殺 所以你知道他們這個狀況是什麼嗎 當俄羅斯派出這個裝甲師的時候 然後包括這個運兵集團出來的時候 他們剛出來 就已經被我們講的預警機給偵測到 那偵測到之後 海馬斯火箭 當然馬上直接就發射嘛 對 所以300公里外 而且他們不用很多炮彈 保陵哥你要記得 他們有什麼 他們有極速彈 所以一枚極速彈 就直接把整個部隊你看 全面 對 所以全面嘛 那而且你看 現在看到畫面是什麼 不只是這樣 它還可以遠程的透過什麼 無人機給你做狙殺 所以現在變成是 俄羅斯原本假定說 哈爾科夫這個地方 應該是我們的緩衝區 我們用數以萬計的人肉去那邊堆疊 至少可以擋得住烏克蘭的這種公式 可是之前不是傳說的說法是 當時俄羅斯動用了數十萬 十多萬的部隊 我在哈爾科夫已經取得了成果 我在哈爾科夫是慢慢推進 可是沒有想到 當美國的武器 北約的武器一進來了以後 它完全的兵敗如山倒 對 沒有錯 因為美制武器的進來 讓它整個改變戰局 所以才會被拜登講那句話 除了我們講莫斯科 除了這個克里姆林宮 其他你都可以打 只要看到俄羅斯人就給我打 不管你是今年還是境外 所以變成是 原本他們可能還是兩個短兵相接 在豪溝戰打游擊對不對 現在不是了 因為美制武器它有個特色 精準定點 而且它可以遠距離狙殺 所以變成就是 你不管派再多的人肉 請問寶洁哥 他打的範圍面積就是這樣 你一百個人 你一千個人 我都是同一個面積給你狙殺 有差嗎 所以他現在完全往後退 往後退 而且剛剛講的 你剛剛狙擊的部分 你剛剛用海馬式火箭彈打的部分 都在俄羅斯的境內 對 而且現在 他的俄軍才要集結 才要動員 才要行進 他就沒有了 聖志堡有一個畫面更驚悚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他們都沒有看到烏克蘭的軍隊 那只看到俄羅斯的軍隊 就在哈爾克拉夫 你看遠遠的 那個我們講 無人機飛過來之後 你就突然看到底下有一個人 你在幹嘛 他在揮手 他在揮手 揮手跟頭 很小沒有 不要打我 投降 不要打我 我投降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太可怕了 等於就是說你根本就看到敵人 所以他們被襲擊 他們被攻擊 他們連敵人都不知道在哪裡 因為連敵人都不知道在哪裡 太恐懼了 對 因為他今天有些是急速彈 各位你知道急速彈那個恐怖在哪裡嗎 你看到一個飛彈過來 但你沒有辦法料想的是 他的碎片 以及他的碎彈 到底會打到什麼地方 所以你能講 他還好這個投降的是聰明的 你看 仔細看 這是一架無人機有沒有 遠方狙擊 碰 那個是坦克 一台坦克 兩台坦克 碰 他完全 你這樣根本拿沒辦法嗎 因為你所有的一切都攤在陽光底下 都是成為他距離沒有 甚至是我們講 俄羅斯他有一個最引以為好 他們叫做國眾之本 你知道什麼嗎 就是他們的沃羅涅士 一個DM雷達 他們叫做超級雷達 結果沒想到現在連 就是各位現在畫面 超級雷達戰 你雷達再厲害 你擋得了無人機嗎 你擋得了金嘴定位嗎 你看有沒有這種建築物 整個完全被摧毀 中間都已經被炸過 這個就是超級雷達 對 他整棟建築物 被炸了 對 被無人機攻擊 他就是用風群的方式 反正我一台一台一台攻擊 而且不只是這樣 我們剛才講到的所有的系統 請問一下各位 有沒有耗損烏克蘭的一兵一組 完全沒有耶 飛彈不用 無人機也不用 甚至他們 我們把你的獵龍場炸掉 結果你看畫面 你看風火裡面也不用 我就派無人機去搞你 反正你就是被我炸爛 那不只是這樣 就連船隻 他們講克里米亞 是不是我們講黑暗艦隊 不好意思 保鮮哥 也不用花一兵一組 直接派無人艦艇 我們之前有各位介紹過叫什麼 Black Sea Style 黑海風格對不對 無人艦艇直接給你衝撞 完全的就直接把他給徹底摧毀 所以連黑海艦隊 黑海艦隊等於說離非常遠 他等於說你不管離得多遠 你不管躲在什麼地方 我都可以把你找出來 把你找出來以後 我就把你給摧毀掉了 對 沒有錯 所以他們現在講這種 連北約都開轟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現在俄羅斯 他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說 你拿這些美智武器來 美系武器來 我跟你批命 因為很多的武器 包括我們剛才講的這個ASD 890 他是瑞典的 他也不是美國的 他說你們這些NATTO的 北約的國家 小心 如果你們這樣對我 我就會對你做出反制的作為 但為什麼我現在普丁 要去料這種狠話 因為他實在是被這些人的 這種設備 全新的武器 普丁嚇到了 搞到會崩潰了 好不好 比如說我們講的 北約最近的無人機 也在做什麼 開始在對著一樣 不只是S300 不只是S300 他的所謂的預警雷達系統 他現在就先把你弄瞎嘛 因為現在不管是這些北約 或者是烏克蘭 他們有個目的很清楚 我只要把你對空的 所有的一切火力 對空的一切偵察力 把你弄瞎 把你手弄斷 那請問一下 如果等到未來F16 進入戰場之後 帶著他的AIM-120 以及對地面部隊的 整個完全的轟炸 那會戰什麼 變Game Changer 他就可以讓整個F16 變成未來的遊戲改變者 跟戰場的轉移者 所以現在不只是這樣 他們現在推出一款 比如說像這個AR3 AR3他特別 你知道在哪裡嗎 他的體積很小 但是他的航行時間非常長 就是各位你看到畫面 而且甚至 他有這種垂直起降能力 他未來不只是 徵收監控 甚至也可以造成 所謂的攻擊的一個效果 所以變成是陸陸續續 現在整個烏俄戰場 俄羅斯之所以節節敗退 面對這種美系 面對這種歐系 全新型態的武器跟戰術變化 完全沒有辦法因應 好瑞德 現在的氣氛完全改變了 瑞典本來是一個中立國 我都派兩架的預警機到上面 而這兩架的預警機 它搭配什麼 搭配F16 而且我們從畫面開始說 F16在烏克蘭竟然已經成軍了 它真的已經開始進行了 而且它連女性飛行員都有 那你想說F16進去已經夠可怕了 對不對 沒有 馬克宏今天就加碼了 馬克宏說 不但是看到美軍的 北約的F16進去 現在法國的幻象2000也要進去了 寶傑你們有沒有發現 那麼這一次的這個世界各國 像烏克蘭所提供的 相關的防禦性的這些武器 事實上我們台灣要非常的注意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武器 都是台灣現在目前在使用的 比如說法國總統馬克宏 今天提供的這個幻象2000的這個飛機 它在五分鐘之內可以立刻起飛 可以立刻進行攔截 那麼有了幻象2000 它所使用的飛彈 當然就是法國的相關的 包括這個魔術相關的這個 整個各式的空對空的飛彈 對 雲舞飛彈 不再可能是使用美軍的相關的飛彈 所以今天馬克宏並沒有說 它的飛彈是什麼 但是他一定會奉送它相關的飛彈 他一定會給它 數量他也沒有說幻象2000是多少 他只說訓練4000多位的 這個等於烏克蘭的軍人 所以今天這等於是對 責倫斯基來講是吃了一個定心丸 因為多了這個幻象2000 那除此只為責倫斯基 今天剛好在這個法國巴黎 那麼緊接而來 他要尋求更多的歐洲國家 那麼的協助 下個禮拜 那麼G7七大工業國即將決定 塔扣俄羅斯的500億美元的 相關的資產 要怎麼用在金元 這個等於說烏克蘭的身上 所以可見現在連美國都改變 他的態度了 美國總統拜登就說 莫斯科不能打 莫斯科不能打 那其他人又能不能打 誰叫你俄羅斯 你要一口氣給人打 等於說哈克夫 讓美國跟歐洲這些國家 哪找到藉口 你再去動喝說 我不排除要核設施核威先 沒有用 因為大家都 北約已經看準你 俄羅斯就是紫老虎一隻了 透過